49岁这年,银正在东巡的车上喝下了徐福带回的仙药,他终于征服了最后的敌人,那个受陷将至的自己,从仙术中获得足以与三皇五帝相媲美力量的他,变回了孩子模样,同时来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。 银正打亮着这个光怪陆离的崭新世界,这里没有令人窒息的怨强,但也没有大情的旗号飘扬。 黄黄军威 调皮年幼的小银正为彰显军威,使用鬼席轰击目标点,对目标范围内造成法术伤害,并产生吸附重击波,长城会向吸附方向倾倒。 每次使用长城将倾技能,减少两秒黄黄军威冷却时间,长城将倾,小银正使用仙法,在目标处迅速构建一道幻影长城,幻影长城将持续造成减速效果,三秒后原地坍塌造成伤害,若长城受黄黄军威技能影响,会产生倾倒,倾倒后对大范围内敌人造成额外法术伤害,同一时间内,一个目标最多受到一次长城所造成的伤害。 长城每六秒可囤积一道,最多可存储四道,黄灵兵勇。 圣路的小银正用仙法将鬼戏推向指定方向,鬼戏将击退路径上的敌方单位,并附带三层鬼戏之力效果。 鬼戏落地后,会召唤大量兵马俑为自己添加护盾。 兵马俑会攻击距离自己最近的敌方单位,优先攻击英雄。 每次攻击,附带鬼戏之力。 鬼戏之力,每层附带减速5%,持续5秒。 满5层时,下一次小银正的技能将造成1秒变晕效果,并触发额外伤害。 该效果每5秒只会对同一目标生效一次,无欲成仙。 想要长生不老的小银正吞下极不稳定的仙丹,该技能任何情况下都可使用。 在解除自身控制效果的同时,还会因炼制出的仙丹品阶不同,产生以下效果。 低品拦截丹药,移动速度提升2秒。 中品紫阶丹药,移动速度提升2秒,回复一定生命。 低品承接丹药,移动速度提升3秒,并免疫移动限制,并额外恢复自身最大生命值10%血量。 英雄定位,银正作为一名续航消耗型法师。 在设计时,我们希望相比其他法师,更为注重技能之间的衔接,并且拥有一定的续航能力。 包括二技能高额的额外伤害,需要一技能配合进行一个衔接。 在前期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远程消耗的效果。 但是在熟练度不足时,技能命中难度稍显略高。 为了凸显出幼小银正的模型,为此设计了一个吃丹药的技能。 根据不同的品质或有不同的效果,给银正一个很好的续航能力跟生存能力。 并且在达到四级拥有大招之后,可以召唤兵马俑进行参战。 在野区或地形狭小的地方,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分割战场的作用。 在鬼席之力达到五层之时,下次技能会产生高额的伤害。 光环静速靴,破碎苍穹,急速拳杖,血玲珑,转换法杖,法老庇护。 一技能黄黄军威,单独使用伤害较低,需于二技能使用,打出二技能额外伤害。 或者二、一,使用连接combo。 二技能长城江青是嬴政的主要伤害来源,最多可存放四道城墙。 需要利用好一技能的中心点位置,来让长城江青触发额外伤害,并且可减少一技能冷却时间。 但是需要注意蓝耗。 三技能黄灵冰勇,使大范围团战型技能,并且拥有一定的自保能力。 可以将目标推至兵马俑中心,自身获得抵挡不断效果。 在鬼席之力叠加至五层时,可以配合一二技能,打出额外的伤害跟控制效果。 四技能无欲成仙,主要提高营正的生存续航能力,并且随着等级增加,获得高拼弹药的概率也随之增加。 宝石及天赋推荐,红色智取9个,搭配高级守财奴,蓝色奥法9个,搭配高级赏金猎人,绿色救援9个,搭配高级去去就来。 最佳队友,营正的技能命中难度较高,配合泰坦巨人、杨简这类团重英雄,可以更好的打出技能衔接和额外伤害。 总结,以上就是本期营正的英雄介绍,需要了解更多,欢迎光临阴魂官网或官方公众号参与讨论。